好 各位观众 这一场副手的辩论会已经进行到一半 接下来进入可以说是这一场辩论会当中另外一个高峰 就是交互结问的部分 以及就是最后的结论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包括了苏嘉全的七次 还有吴敦英的七次都变成焦点 以及吴语录 也变成是媒体质疑吴敦英的焦点 你觉得包括这一些种种的疑问 在副手身上都已经得到的疑问吗 接下来马上进行就是交互结问 我们的语音投票同步在进行当中 整体看来你觉得三个人表现怎么样 林瑞雄有出乎意料 表现得好吗 截至目前为止的投票 那么林瑞雄他1700多通支持他 还领先了吴敦英 1525通 当然苏嘉全方面截至目前为止 依然是遥遥领先 拿到了35700通 这是三位候选人的辩论会 截至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比较好的 好 第三个部分已经登场了 我们持续来看辩论会现场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今天辩论会的第三个阶段 由三位副总统参选人 依照先前抽签决定的顺序交互结问 首先由苏嘉全先生提问 另两位参选人分别回答 接着由林瑞雄先生提问 另两位参选人回答 然后再由吴敦英先生提问 由另两位参选人分别回答 每位人提问的时间是一分钟 回答的时间是两分钟 现在就请苏嘉全先生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关于吴新架可以得到苏贝尔奖这一句话 刚才我听到吴敦英院长您的回答 但是我清楚的将整体把它翻印出来 在2010年8月31日 说的原文我练给您听一下 有一个创新理念叫吴新架 其实应该得苏贝尔奖 厂商用吴新架真是让我拍案叫绝 如果您一再否认 今天还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再次否认 但您再否认 各家的媒体都会播出的画面 说明一切的真相 吴院长在这里 我真的想替全国的广大劳工拜托您 请您把花明吴新架 可以得苏贝尔奖这句话 说回去好不好 林院长您认为呢 请林瑞雄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回答 因为是吴院长的事 又不是我的事 不过我感觉 吴新架这个民事和后来的一些 我都以善 心存善恋在看待 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 或许会在很急心中 讲一些不对的事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定会看 大家没有转 对不起 重新来 因为那些上面的时间都没用 重新再来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 一分三十秒 我们重新计时 这不应该的 发生这个事情 对一个在speaker里面 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好 没关系 我只讲 吴院长的做发明 这种民事是一个代表 一个非常悲哀 非常 在中年人 暂时的这个 暂时的他职位的保障 是非常可怕的 这是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 我感觉我非常感同心中 所以这些产业的人 这些 接受无心下 这些被lay off 在美国叫lay off 我们这边叫无心下 我感觉 魏胜德竟然会 没有看到这个 这么严重性 这个本来就应该亦反它发生 作为一个 只是你的 应该有train 就懂了 将来几个月 或几年会 会怎样 就开始要预还了 竟然没有把预还 它都很重要 很多可以预还 就可以预测的东西 都可以预还 假如真的像天灘那样 我们要预警速度 用预警的方法 就能够用预备 我要prepare 因为那些天灘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不过我们懂得 不知道什么会发生 我们就要预备 我意思讲 对这风险管里面 一个预测的话 可以预测最好 就可以预还 假如没办法预还 就用预警 懂得可能会发生 就要 我要prepare 要好好预备好 去厌恶这些 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才重要 无心价发生 是对台湾的一个 非常的 欺辱 请吴敦一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苏先生 无心价 是必须要严防的 过去 我们台湾的无心价 最多的人数 曾经到达 23万8975人 但是我刚才报告过 到民国99年 就把它结束了 所以我在几次 几次 创造就业 贡献奖 都在行政院的礼堂 对这些 有創造就业机会 企业 一些公业团体 我都地上 感谢 来给你们表达 感谢 所以在那边 无心价 刚刚结束的时候 我有说一段话 当然刚才 家传说 拿中的地点 那句话 很有可能 是在我 很长的位置 有那段 那我是讲 是相濡以沫 共度艰苦阶段 那厂商不必付出 很大的资钱 或者退休金 而员工也不会跟厂商 企业一刀两断 沦落为失业 而每个礼拜 或者每月 有几天 或者几十个小时的 无心价 这样一个共度难关 的确是有人告诉我说 这种创意 很好 所以我把它引述出来 也许出自无心 假如 言之而得到 不同的反应 我愿意把 那一小段话 把它收回 以避免其他的误会 因为我们现在 不但过去把无心价 把它全部都结束 而且现在 也有部分无心价才产生 我们不但有通报机制 而且还继续努力 希望消减 或者能让无心价 绝机 恢复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景气 我刚刚讲过 虽然创造了就业的高峰 但是还有四十几万人 在就业当中 没有办法得到机会 还在待业 还在失业 我们应该努力来做 我们会全力以赴 谢谢 请林瑞雄先生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我这位电视 曾经到高雄平中 走来两餐餐 看到其中问题 非常感慨 到了高雄港 看到没有其受伤 高雄港 曾经是世界第三大货港 现在就落到失明之外 到了滚厅 接花厅 我二十年前到完 到现在没有人变化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工作 每个夏天都一二十万来 竟然没一个工作 我不知道苏嘉賢先生和吴宗益先生 都做过高雄屏东的首长 你们不知道问题是在那边吗 另外我看到海角旗号上 有句台詞叫山野BOT BOT 海野BOT 虽然有些兴趣 不过花蓮先生 现在不管是屏东台中 都还有一堆BOT案 推给台船利润 国民两产 你们都试证过 你们两位对这些问题 要怎样勘探 请吴敦毅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林先生 高雄港 在我民国七十九年 到民国八十七年 八年半的市长的任内 高雄港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货柜港 这个是林先生记得不错 不久前 这几年 就是从民国九十年以后 都常常落到 越往后 到达第十三名 最近 才有稍微 在货柜上 有回转的这个趋势 增加了 我们还要努力 让高雄港 这个曾经是台湾 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应该让它回复火力 尤其在五个大直辖市 出现之后 每一个大直辖市 都有空港 有海港 像北北基 包括桃园 以及大台中 大台南 大高雄 甚至于花东 它都有空港 有海港 我们希望它都变成 领头羊 让我们所有台湾 包括海空运输上 都能够强化 同样一座桃园机场 在过去2000到2008年当中 它的货运跟客运的成长率 都是亚洲四小龙 最后一名 但是这两年多来 它已经要登 亚洲四小龙 在客运货运的机场的成长率 已经是亚洲四小龙第一名 我们还要努力 至于有些城市的公厕 虽然是属于地方政府 或者应该去管理 或者环境的美化 但是中央也责无旁贷 我会请高通部的观光局 去发展台湾的观光室 要在这里 现在观光的人口 哪来哪去 像今年556万住 今年可以破600万人次 我们希望让大家 见识台湾的人文风景之美 环境也要保持干净 然后亲切和谐 这才是台湾 最大的一个吸引力 我们会努力来做 谢谢 请苏嘉全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 我最尊敬的林院长的提问 如果林院长 多几次到屏东的话 我想你就会搬到屏东住 屏东是一个非常美丽 可爱的一个故乡 我当时在当屏东县长 上一任是国民党执政 人家都说屏东是黑道的故乡 但是经过一年 我把屏东县变成黑鱼鱼 黑珍珠的故乡 甚至以推动墾丁风铃记 我把墾丁的洛山峰变成观光 人家讲洛山峰怎么可以变成观光 因为有风带动风铃声响 我们把全世界最大的风铃 最小的风铃 最多样化的风铃 都把它设置在墾丁大街 每一个家户的上面变成一个风铃城 所以墾丁不管是东港还是延山的系统 现在都有它的特色 我特别介绍给林院长 你可以到山地门看原住民的文化 你可以到东港看渔村的文化 你可以进入恒春畔岛看国家公园的风景 那么如果这一些你还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深入客家体会我们客家的美食 看看客家传统青年 就像蔡英文主席那样子的客家的妇女 到处都在我们屏东县的客家的地区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它介绍给林院长 至于您刚才提到到墾丁国家公园 没有看到厕所 这的确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想了解就是 或许有但是离我们太远 总不能在很接近的地方就设厕所 厕所一定设在该设的地方 而且厕所一定要非常美观的呈现 如果这一方面没有 我会转达给屏东县政府的县长 还是肯管处的处长 请吴敦义先生提问 时间是一分钟 两岸能否永续的和平稳定发展 是大家所关注的 马英九总统的政策非常清楚 就是不同不独不武 来确保我们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和完整 请问苏家全先生 马总统的两岸政策非常明白 但是蔡主席的两岸 尤其是不独这两个字 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说你们的默契不需要太多言语 只要大概他眼睛一眨 嘴角一瞥 我就知道他 就是你就知道他想什么 我想请教你 他想不想搞台独 会不会又想要又怕受伤害 那您个人呢 您个人是要搞台独呢 还是不搞台独 请教你 也附带的请教林热雄先生 你的看法呢 谢谢 请苏家全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我想现在在台湾的每一个人 都不能否定他 如果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那么我们就不必选总统 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辩论 所以从各种的民调 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是绝对的事实 那么因为我们有过去历史的因素 所以台湾跟中国变成两岸 非常非常矛盾 从以前就是